各位,上次前方軍事失利 兵部尚書鄂爾泰來唱春元見皇上 陳述了這次失敗的原因 他說這次失利的原因很多 其一是天下升平已經二十多年 八旗兵六型兵也換了幾脫人 雖然整天操練 只沒有爭刀爭槍打仗 就沒有實戰的經驗 其二,統率軍兵的人 雖然當年曾經跟皇上西征 但那時他們不過是一些營哨管帶之類的下級軍官 就懂得聽命行事,衝鋒陷陣 後來這幾年他們的官就越做越大 做了將軍,之後武將好打 得不到歷練,就不懂兵法 不知戰陣就更加不懂得保護良道 以致孤軍深入,遭此慘敗 而阿拉布坦的西蒙古兵就一直在尋印搞事 打了這麼多年仗 康熙聽了,覺得惡爾泰的頭腦還算清醒 他就問,嗯,照你這樣說 現在我們應該怎樣處置呢 他這樣問,這個兵部尚書惡爾泰就不敢回答了 但他心得很清楚,怎樣處置 除了派兵出征,還有什麼別的辦法 即是說到出征,第一樣就要選大將 選對呢,打勝仗還好講 萬一選不對,再打一次敗仗,那怎麼交差呢 這個舉戰人不當的罪名,我又怎麼擔當得起呢 但是現在皇上問到了,他又不敢不回答的 嗯,夜夜半日,才無靈兩可地說 奴才才剛剛接到兵部的差事 對下邊的軍力和將左的情形不是很熟悉 不敢妄言 聽了這麼說,康熙沒有生氣 現在國家的軍力,他還有不清楚嗎 老一輩的大將,好像陶海、周培公、飛揚古等等 早已經去世了 那剩下幾個,好像狼嬸、武丹地 又已經年紀老賣 年輕的,可以擔此重任的,確實不容易找的 那跟蒙古兵打仗,就不同在內地找匪 那是茫茫草原、沙漠、汗海 這些將真的不好打的 萬一用人不當,失敗是少 朝廷的體面也輸不起 看他想到這樣就嘆氣,很沉重的說 唉 想起朕八歲登基 十五歲禽傲拜 十九歲平三凡 三十二歲修復台灣 加上三次瑜伽親臨西征蒙古 一生中大大小小,親臨戰陣七十幾次 從未吃過虧 想不到說老就老,精力不夠了 居然連一個小小的阿拉普彈都制服不了 連一個有用的將軍都選不出 可悲,可悲,可歎 那國家發生大事 神子拿不出辦法 要皇上這麼優秀 這個神子是怎麼做的 故此說 主優就是神慾 眾人聽康喜說得這麼動情 共聲全部跪下了 那這幫人裏頭就打個比較超脫 便於說話的 他就是方鮑 他想了想就說了 皇上 請不必過於傷神 神方鮑 雖然是個手無渣雞之力的樹神 不過神知道 兵是帶出來 將是打出來 靖西將軍惡重旗 四川秦府連更搖 都是驍勇善戰的猛將 現在爭的是一位統率三軍的元帥者 既然在武將之中 一時選不到合適的人 為什麼不在眾位阿哥裡選一位 坐鎮中軍代天行事呢 既可以有調動全國兵力之權 又能夠顯示皇子代軍父出征的威嚴 那個阿拉布坦 不過是個胸無大致的跳樑小丑 論兵力財力 論糧草供應 跟我天朝是沒有法子相比的 神認為不必立即跟他交手 只要我大兵壓境 盛塵軍威 相持一段時間 阿拉布坦將不戰而自退的 四十個人精早就在心裡盤算著這件事 繼承自己十三弟自幼苦練武功 熟讀兵法 他來接這個猜事是最為合適的 但現在老十三被圈禁緊 人精摸不透父皇的心思 就不敢貿然舉戰 如果不用十三弟 現成就放著一位老十四 他管著兵部的又有跟老十三差不多的長處 讓我帶兵出征順理成章 但是老十四一旦兵權在握 就不是個好對付的人來 想到這樣 老十四就疊了心水 搶前一步跪低 黃阿瑪 二臣印精請子 願代父皇出征 二臣雖然沒帶過兵 但方先生先頭所說的辦法 兒臣都做得到 請黃阿瑪放心 有兒臣坐鎮西疆 一定會令父皇安朕高餓的 看起武立刻回答 想了大排才說 老十四呀 你有這份忠心 就不敢到恩惠 唉 你小時候起路無常 是那幫阿哥裡頭 都不是那麼出色的 大過以後 讀書養性進益很快 江藝之勝武雕 只沉穩老練就多了 你辦事 朕還是放心的 不過朕不放得你去大兵 這幾年 你將互暴 刑暴 利暴的事 辦得很有起色 熟悉民政成了你的長處 朕怎麼比得你氣場就短 再去大兵呢 否則你走了 又有誰代替得到你 仁政聽了就很激動 父皇對我的評價越來越高 這樣的考語 老人家對哪個阿哥說過 他連忙乘機回奏 阿馬如此誇張 兒子不敢承受 不過 既然阿馬講兒臣 喜怒無常的毛病已經改了 兒臣斗膽 請皇阿馬免記這句考語 是吧 漢氣又愛惜又輕鬆地笑 哈哈哈哈 仁政呀 你這個人真是醒目了很多 好 答應你 李德全 剛才朕說四十個喜怒無常的那句話 不要忌憚了 太監總管李德全就連忙答應 喳 盧財明白 看起來很平靜地說了 好了 我們還是說回正題 方包先頭所說的 很適合朕兒 阿哥之中能夠替朕統率三軍的 只有老十三、老十四兩個 老十三就不用說了 就等老十四去吧 不過 朕還要再想一下 你們暫時不要讓老十四知道 說到這句話 新任的禮部尚書游明堂就來了 這幾年他忽然升官 又忽然降職 被租責了一排 幸好四爺對他一如既往 這樣才提拔到禮部尚書的職位來 他今天請見皇上 是因為科舉考試的日期臨近 來請皇上出考題 看他一聽就笑了 哈哈哈哈 好好好 剛剛才說軍事 你又要來朕出問題 嗯 不如出個 放太甲於同工 這個題目冷滿一點 難問一下那些 只是懂得抄襲八股的舉止也好 游明堂 你要交代好北偉和南偉的主考官 如果他們膽敢刑私舞弊 搞出什麼科長醜聞 朕不會叫四爺哥去扮他們猜的 游明堂就答應住走了 好 看起看著印精又說了 老四呀 現在老三望著編書 你是外邊班哥中年紀最大的 朕 朕想你將內務府的事都管 你不要怕麻煩 那不只是為朕分憂 也是關係到朝廷和紫禁城安寧的大事 剛才皇上向游明堂說話的時候 人精已經聽出來了 老人家對自己是絕對信任的 現在皇上又親口將內務府交給他管 他簡直高興到什麼 就是這樣 接管內務府 皇宮警衛 太監內侍 甚至皇親國戚家的勞博 八旗子弟 全部都在自己掌握之中 那是皇上多大的信任 他連王跪下叩頭 謝皇雅馬重託 而臣定當勉力為之 為君父分憂 嗯 好了 朕今天都很累啊 你們下去先吧 眾人都行禮走了 但是方包就沒有走 看你看看他想說不說的樣子就小笑話 方先生 你好像有什麼心事 坐下說吧 方包就控著那些康熙道 四邊看了一下 見沒有太監工女才小聲說 萬歲啊 神明白 為什麼今年的文科考試 萬歲要出放太監於童宮這個題目呢 康熙深沉的小笑 沒有回答 擔高頭看著屋頂出神 在封建時讀的科舉呢 考的都是八古文 題目呢 也多數來自四書 放太監於童宮這個題目還有個小故事的 說的是當初雙王太監無盜 被宰相伊韻放逐到童宮去閉門思過 三年之後太監改正了錯誤 伊韻又將他迎接回來重新做了帝王 康熙出這個題目自然有個好心的意思 方包在康熙向尤明堂講這個題目的時候 就敏銳地覺察到 這道題好像跟廢了的太子有關 現在太子被圈禁了七年了 皇上是不是要放出一些風聲 看看下邊的動靜 然後就照伊韻的辦法 重新立人形為太子呢 剛才當著眾人的面子 這些說話方包就不敢說 現在問了 康熙又不回答 方包就有點沉著氣了 他說 皇上書臣即言 是不是皇上有意於二雅哥的媽 康熙立刻斬釘字鐵的回答 絕無此意 朕以下旨 凡有港印刑已經改過 應該復衛的殺無赦 言猶在意 豈能更改呢 皇上雖然這麼說 只據神如見 這個題目很容易引起下邊的猜測 以為皇上又要赦免二雅哥 萬一出了這樣的事 恐怕對朝局不利 請皇上臣屍 哈哈哈哈 放爆啊放爆 你真是個書帶子來的 你以為朕沒有想到這一層嗎 你以為朕對神子的心 一點都摸不透嗎 你是朕的朋友 朕就實話告訴你 朕這樣是故意張水繳俗 以便於賊中變奸 你明白了 呵呵 那麽別看荒包學貫古今 見多識講 他還是聽出一頭霧水 聖上啊 神 神如頓不化 不解聖意 懇請聖上明示 看起神色嚴峻地說 唉 朕老了 你放爆也不年輕 既然你是朕的朋友 朕今天就向你闖開胸懷 講講心裏邊的說話 不過你絕對不准再說出去 陛下請放心 放爆對聖上絕無異心 好 朕信得過你 我們就先從朝政講起 不要看那些神子 每天在朕的面前 講的都是好聽的說話 中央聖德的說話 什麼天下聲平啊 百姓湧大啊 什麼千古英主 稀朝盛世 其實都是觀仰文章 朕是心知肚明的 放在二十年前 這些說話一點都不過分 不過 現在不可以這樣說 國家聲平日久 弊端已經顯露 而且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 第一 是理智腐敗 幾乎是無官不貪 第二 是結董刑事 門戶眾多 一人得道 雞犬升天 一方有難 八方呼應 盤根挫折 攻之不破 還有 富稅不均 民不療生 盈辱不平 怨聲再道 加之各父規空 巧場舞弊 等等等等 無不令人觸目驚心 放爆發夢都想不到 看起皇上竟然沒有被阿虞奉承所迷惑 也不信那些報喜不報憂的奏章 更加沒有陶在歌舞升平之中 而對朝政的積弊是看得如此透徹如此一針見血 他想了一下就說了 聖上既然對朝政弊端動躍官夥 為何不採取那段嚴厲的辦法嚴加整齊呢 嗯 你問得好 朕先頭說吧 朕老了 精力不夠了 原來只望引營他們會幫朕辦好這件事 想不到 他們一個一個都靠不住 所以朕看透了 朝政弊端已經積重難反 這種事 朕非要親自過問 劍車要一件件地問 一件件地去管 下決心整他幾年才會治得好 但是萬一整到一半 朕突然間殺手篩去 那幫兒子又沒有人繼承到 那怎麼辦呢 那不就將朕的一輩英明都斷送了 如果真的這樣 朕就會變成鮮明而厚暗的第二個唐元宗 放爆 朕的老朋友 你知道朕的難處 這種形勢下 朕一定要長多幾年命 一定要慎而又慎地挑選 繼承成黃衛之人 如果要做到這一點 朕不顧得那幫兒子 所以朕才特意出這個放太甲於同工的題目 讓那幫反骨仔 讓那些想憎皇衛的阿哥 去提防著陰營 去跟他鬥發 這樣朕才避得開一些災難 保住自己 放爆 你也知道了 那不是朕狠心 不是朕不痛愛的那些兒子 天家骨肉 不同於沉上百姓 向來是難得保存的 朕這麼多是迫不得已 你看看 裸有老八四處聯絡 裸有老十四手握重兵 萬一他們心懷叵測 起兵發難 那後果就不堪切賞了 唉 康熙一番說話 講得方包心驚肉跳 他不可以不佩服康熙皇上 確實是性慮心軟 他也不可以不為這個變化莫測的局勢擔憂 現在康熙將說話說得這麼深刻 有這麼明白的地步 放爆就算有天大的學問 也都無言可對 康熙今天將壓在心裡的屈滿 將平時無法對人訴說的苦衷和盤托出 似乎已經用了力氣 亦都不再出聲 向方包揮一下手 閉上眼 方包就好色做 靜靜行禮 就退出淡寧居了 康熙皇帝這麼多東西憂 除了憂國憂民 還要憂自己那幫子女 要知後事如何 請聽下回分解